今天周末奇谈的题目是什么? 很快又一个星期了 今天题目讲一点都是冷漫的 现在很少人见到 早二十多年在香港流行 早一年三十年 二三十年都流行 玩雀龙 那时候很流行的 有几宅茶楼的人不去喝茶捧个雀龙 很厉害 现在人家拖着宠物酒 这个玩雀龙 其实历史就是清朝搞出来的 我们上次讲的伯奇子弟 其实伯奇子弟留下一些在民国一直留下来的 玩雀 玩到傾家荡产的 是呀 听说那些雀龙 雀龙都很浪费时间 另外一种就是熬鹰 熬野的熬鹰 伯奇子弟不是上次说他们玩了鹰呢 我们今天不讲鹰 鹰是很难玩的 玩到又是穷的 因为它那个鹰 现在这么厉害的美国 都用它来做国家的图腾 就是鹰 美国的国家图腾就是鹰 但是你去训练鹰很难训练的 它是很野性的 野性它就要搞到它不野性为止 整个过程就很辛努 令到又听话高就高 低又低 非又非 又听你指挥去咬人 抓人 这部分我们不讲 这部分就是讲玩雀龙 但玩雀龙去到民国 因为他们很多人谈到共产 亦都是有那些 胡傅子弟 又是不务正业 所以后来有首十红歌 就将他摆了十红歌其中一种 欲想穷玩雀龙 所以你想穷就玩雀龙 因为你只要把雀龙 你的雀龙里面也有雀 是的 雀龙呢 我们讲近代 我们认识一个朋友 现在说是三几十年前 在入马里街市 有个卖鱼老板 鱼当老板 我真的不记得他什么名字 大欢哥的好朋友 你连茶楼的老板 我很认识 他又玩雀龙 很名贵的 他都收买雀龙 真是很精致的挑动 现在你在摩洛街 荷里活上面那些古董店 都有些很名贵的雀龙卖 很贵的 我早几年 我不是和你走过一个 補展中心 有家古董店 我几乎都卖了 那个雀龙 但一旦你买雀龙 你没有雀龙就不像样子 那你玩雀龙呢 那你将雀龙的自由 困在我 又违反了我本身的个性 那你让他没有自由呢 是的 我们连连都放生这些雀仔 但雀在清代就分得更加微小 现在就没有的 他们有很多规矩的 文官呢 就养百力 导官呢 就养华美 是啊 你做官 你民官就是武官 武官就是将军啊 教卫啊 那些打仗啊 那些就是养华美 民官就是养百力 好了 他有分到这些东西呢 好了 民官 如果他捧着雀龙 见到上级见礼呢 那个姿势不同的 就是两种的官 他捧着雀龙 那你都要给礼的 你又没有人 你难道掉下街 或者接着雀龙 那他拖着雀龙行礼呢 见到那些王公大臣啊 那些贵族啊 那些贝纳啊 那些贝纳啊 好了 如果民官呢 他见到那些贝纳 王公大臣呢 他左脚一屈 右脚后移呢 一大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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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整个人全部大半步 跟着el个身呢 就 蹲下 左手打着雀龙 右手呢 放在那个右边的大腿那里 就作为一个 文官式的行为 如果武官捧著華美的龍, 雀仔捧著雀龍, 他見到貝納皇宮大臣的人要見你, 左腳就眉屈,不是屈很多的, 屈一屈,右腳後肩也是, 但我身都坐一坐, 右手就擺在前面中間, 在兩個大腿的中間, 就不是擺在旁邊的, 那種是武官行為的方法, 捧著雀龍那時, 他們這些八靈和華美, 屬於有聲的雀仔, 即是會唱歌的, 雀仔,你見到蓮香,很多茶樓, 他們在鬥唱歌靚, 鬥聲靚,是比賽, 那些屬於有聲音的雀仔, 那些鷹舞,八哥, 即是那些鵰哥, 那些雀仔有聲音的, 我通常這些有聲音的雀仔, 就屬於飛琴的雷, 所以他們是沒有音的, 怎麼說呢? 沒有音, 有聲而沒有音, 不是, 有音而沒有聲, 動物就, 沒有這個音的, 有聲音而沒有音的, 首先你知道什麼叫聲音, 是分開的, 聲就還聲, 音是說完之後, 在聲帶後有美那種有音的, 是人有聲有音的, 我們常常當作聲音, 就是聲音, 沒有分得那麼微細, 那現在你唱歌的歌, 就有聲音, 它就有音蕩樣, 就是拖長的那些音, 到了這個時刻, 有聲音, 就將這種, 琴無聲, 瘦無音, 這種學文, 擺在人的上學那裏, 所以就有靈聲之急凶, 聽個人說話, 就知道他貧富貴戰, 有聲音, 是不是屬於什麼聲相那些? 屬於聲相學, 不是, 聲相就是聲斗, 它屬於相學一種, 靈聲之急, 這個就是清朝爭國法, 那本兵鑑, 寫得很詳細, 現在你看過那些, 萬夫走出那些, 它有聲音而無音, 窮人, 有些是粗聲, 大氣, 但是很音, 不是, 有些很窮, 很低落的人, 它是說話很細聲, 它是有音而無聲, 有音而無聲, 即是它一直都卑微, 所以它不肯大聲, 可能如果有些權勢的人, 那些大哥那些人物, 那些幫管中行, 它為了法務司令, 所以聲大大, 是的, 是的, 它不會說很憂和的, 慢慢有聲味來令人舒服, 所以它有一個這樣的特色, 你說到那些, 它養這些雀容, 養這些雀鳥, 搞到人傾家蕩蕩蕩, 是一個很大的社會背景, 是一個二世祖, 又不需要賺錢, 那有空就去喝茶, 那穿著, 穿著長衫馬靠, 現在我們帶那些, 明貴首飾, 出波長, 但它天天都去, 那波長, 所以它家裏有可能要有很多隻, 又要出很高價, 叫它來收集那些漂亮的品種, 就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會破產呢? 就是這樣, 它出道會的圈子, 它是社會的, 不用說話的了, 你捧著那個雀鳥, 有什麼雀鳥, 那雀鳥有錢買到, 但是雀鳥訓練得好不好, 它聲出的音不好不好, 那又不是你有錢控制到的, 就是說你很有錢捧我漂亮的, 但是我捧我很便宜的鳥, 但是我的鳥很漂亮, 那你都輸的, 去到最後那時候都是給你, 比照你養的鳥, 好嗎? 好,到後期有些, 有錢的人買那些科, 養什麼? 養鷹舞, 養鷹歌, 學人講話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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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那些後期, 那些八哥, 那些英哥, 他們都是學人講話那些, 那些很奇怪, 有些學得很逼真, 你不知道, 以為真的有人在講話? 沒錯, 沒錯, 所以酒樓的時候, 你都聽過人講過, 有些人去學到, 叫蝦搞燒賣, 叉燒爆, 那些下跳, 為什麼有人在身邊說蝦搞燒賣, 周圍看, 沒有人, 沒有人賣東西的, 是不是? 但那個都不容易的, 但那個不是你訓練他的, 他自己聽著聽著就學的, 那些英母真的很古怪, 是不是? 是的, 不是你教他的, 他聽了, 他的天性就聽了你, 什麼時候我們古代的奇案呢, 就有些人做了一些, 作奸犯科的過程, 就被英報看到, 看到呢, 他就破案的時候, 就英報講出來, 根據那個英報講的那些, 口語啊, 就做了一個事, 就破案了, 對不對? 到後期呢, 再發展呢, 就在這個, 將一些小鳥, 那些小鳥都很多靈異的事, 他就將那些白鴿, 就養了, 譬如作為間諜用途, 大一些情報啊, 大一些資訊, 大家看到了, 飛鴿傳書啊, 是不是? 是啊,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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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又是很專門訓練的, 你放了他, 他就懂得飛回來, 那些又很專門, 他又認得那個地方, 認得那個住人, 那好了, 跟著呢, 又有些人呢, 有些小鳥就沒有聲音的, 沒有音的, 沒有唱的, 又拿那些小鳥要來訓練他, 那些就叫做, 工爵, 就是他可以做很多技能的, 又叫他打球啊, 捉球啊, 捉東西啊, 找東西啊, 玩些動軸啊, 玩些雜技啊, 那些小鳥, 領女的, 他就不會唱, 但是他會玩的, 他都玩了, 所以那些人呢, 就拿那些小鳥去訓練了, 就在街頭呢, 就幫人尖掛了, 我們走廣時, 小時候, 廟街沒有一個人擺檔, 放東西一出來, 放了一些籤在那裏, 他幫你尖掛那些籤出來的, 對他的籤出來, 跟著就幫你解籤收錢的嘛, 到你尖掛了出來, 他又給了你之後, 又叫你自己親手, 放回去, 他再尖掛, 都是尖掛那些籤的嘛, 所以才能吸引到人嘛, 你明白嗎? 明白 他第一次, 做了一條東西, 你又穿了一張出來, 就把籤給你, 那你看完之後呢, 你就把籤擺檔的主人, 把你的籤放在那些籤中間, 拌勻了它, 之後就放在那裡, 然後放那些籤出來, 他自己選那支籤出來, 就是你第一支, 相同的, 這麼神奇嗎? 是啊, 實際就不神奇的, 實際呢, 他在那個籤一邊, 就塗了一種物料在那裏, 那隻雀仔聞到物料, 就會尖掛的了, 他拿了一支出來, 你給他的時間, 他就調轉了那副籤, 在那邊擦進去, 即是有塗料那些, 你那支就放了沒有塗料那邊, 所以他一散出來, 就只有那一支籤, 因為有塗料的, 所以他就刮那一隻, 那一隻, 聞到那種味, 第二支籤就沒有塗料, 這邊有那邊沒有, 即是這些牌, 這邊有那邊沒有, 江湖佬那些記憶, 零零漫轉, 但是你知道, 世間很多人很延避的, 那你就說, 這麼靈, 叫第二支又幾晚出來, 那這個學問呢, 去到那些鷹那時候, 又是太深入了, 他無鷹, 首先, 要找那些工人, 不停地乾燥, 不讓他睡覺, 不停地乾燥, 不讓他休息, 不停地乾燥, 咬到那隻鷹, 那些工人全都沒了, 給他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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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讓他吃, 給他吃, 然後找麻繩, 把麻繩包了那些食物, 有人在一個麻繩 弄小麻繩 就織了一個球仔在食物裏面 就讓鷹吞了下去 但吞了下去 它消化不了 它硬著胃的鷹 它就一直想套出來 套出來 套得很辛苦 又套不到 它慢用力 想套出去的時間 就消化了很多鷹的體能 一隻鷹就瘦了 整隻鷹收身 肚子一邊吃不到 一邊吐出來 吐不住 一直這樣做 假如暑日 那隻鷹就全部又熟了 又熬了 又熬了 又收了身 因為它收了身才飛得高 所以這樣來收鷹 是其中一個步驟 接著就用一些棒 粥 把東西給它吃 你上去之後 吃東西有個動作 就好像訓練那些狗那樣 開始 就是你搞完一輪 有東西給它吃 你不聽話 又沒有東西吃 那些鷹就慢慢慢慢地吃 所謂很浪費心機 很浪費時間 就是它就是聽這個主音的命令 它用個口純粹 噓一聲它就可以飛出去 破洞的口韌 訓練得很厲害 你現在到了這個時代 又有一些流傳在這個時代 是十幾二十年前還有的 就是大家浩街 波蘭街 朗豪坊那個位置 噢 雀仔街 沒錯 打著 有些鬥著 打到甩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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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甩 現在的年輕人不知道在那裏 拿到甩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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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自己玩的,他在國內或大陸買了鳥回來 他自己用心去養,令到他很腥 又懂得怎樣餵他吃些什麼,令他把腥鎖開 然後訓練他那把腥鎖很靚 拿出去,有些小組就不想自己養,很浪費時間 他就曾經給鬼教給他買 把腥鎖放在那裡,然後一天走上蓮香、有膽、茶樓 一天坐在那裡擺款,公子哥兒 即是駕駛名牌車一樣,那時候在那裡 特別你在香港島的時候那些南北港的二世祖 他有什麼演藝,就是演這些東西 那時候那些家風比較不明 因為你有父母的產業,你不是自己的能力 變成你的行為很多約束來的 如果你大家兒子,就怕沒有身家分 那麼多兄弟姐妹分少些給你 所以他生活都要檢點些 那你拖完女兒到處去,拖一雀仔到處去 是啊,他就是拖一雀仔到處去 就是身份長征來的,就是我越小了就不用做 攔著,玩一下駝錶 他那唐裝衫戴駝錶,你記得嗎? 是的 有沒有印象嗎? 有 現在少了嗎? 不,我現在戴駝錶也少了人 你看見雨場片就有了,做個駝錶,搞個象牙煙咀 你記得我家裡也有個翡翠煙咀嗎? 記得 我的翡翠煙咀很漂亮的,很少拿出來做的 現在都不流行,被人笑,是吧? 那時代變了的,你生氣了 因為他那些是很浪費時間的 真的是非常浪費時間 你只是為了訂一個雀龍 起碼你都要一年以上才交貨給你 但你都是實… 它有些漂亮的,全部都手綁 全部手綁,很好,很好 是,用很漂亮的模型 還有,只有幾個名家座,有一個牛雞 在澳門的,不知我有沒有記錯 做雀龍呢,真是應接不下的 很貴的訂 起碼,那時都起碼一萬幾兩萬元 七十年代,一萬幾兩萬元 半層樓又多了 沒有,做雀龍呢 就是告訴人們,我逛街都捧… 吃了辣 那些都是普通的東西 因為你是新的籠 不是舊的雀龍 你新的籠是一萬幾,就是一萬幾 但舊的種籠,你給一萬幾買不到 每個都不肯買,二世祖很有錢 所以你想買古民國初年或清朝皇宮大臣的雀籠是天價的 真是身分象徵 你一捧出去原鄉的圈子 現在那些人玩錶 有些發燒油 你拿個美的出來過了金青火 對不對 所以那些潮流一直演變 現在蘋果就是製造潮流 蘋果手機 所以它贏了蘋果手機 中國亦都想製造潮流出過華為 拿了像Size鏡頭拍照 還有它搞P圖都是漂亮的 但是它的後力不夠 技術的資源各方面都要容忍 所以它就 還有那些人又不是這麼誠實 所以它是輸了 但蘋果他們是用了美國的管理模式 還有用了美國式的宣傳手法 但最重要呢 它都有一個誠信在這裏 它是貴的 就算你買個手機套都成三百多 我這個套是二十元的 為什麼有人不買三百多的手機套 它一跌到第一幾次 你的手機就沒事了 它有一種隱蔽的防震功能 它是設計的 包那邊是計算的 它是多了 大了少少的 你任何角度跌下去 它剛剛射了你的動力 因為我買過 我特意研究這裏 它會貴這麼多 我就一直研究 它說你一跌下去 它是無論你哪個角度 跌到地下 它都有個方法射了一度力 它一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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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射了你 打側 打側的時候 你的手機就差不多擺平地跌下去 你的手機就沒有傷 貴也值得 是啊 就是它研究的角度 去到很微細 因為我又是造機械畜生的 所以我每件事都很留心 這些東西 等它賣這麼貴 你都要研究 我就拿一個舊的相機 舊的手機 射了它的框 我自然扔到地下 不同角度扔去看 我真的下下 它都跌回一邊 平擺落 就射了這個東西 我就知道 它真的有它那個貴的理由 對不對 有它那個貴 等於我以前 這個就很奇怪了 既然它那個套 它這麼微細 但是照抄它就可以用電腦 剪輯了它 做它這麼大小的尺寸 一樣的 都不行 原來它的材料問題 那個材料 做這個套 這個手機框的材料 都有不同的作用 你記不記得我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初 我玩那些 四輪車仔 高階仔 你不記得我們有一架 我不是有一架 整天搞來搞去 搞到頭都行 不是 我們買了 我們買了 大家 朋友 給錢 買了一個車架回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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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了車架 大約兩三萬元一部 七十年代初 兩三萬元都很多錢 就是整層樓 拿了一個車架 就去找機械譜 那些五金鋼跌進去 就照車架的尺寸來做出來 然後自己擺負二手的機 那個引擎上的那些高卡 高卡是小型賽車那些 不懂得轉彎的 等於 你整個手機套 抄了它的樣子 跌下去 它不懂 射了動力 和你擺彎 再跌一次 那麼神奇 我們百事不得其他 為何做到尺寸完全一樣 為何轉彎不行 一定要用回它的車架 原來它那幾支架的框管 是用的物料不同的 那個五金 那個銀合金屬的架 那個彈力 那個力度 那個力度 你說是不是很神奇 真的很微細很微細 所以現在你說你的瑞士錶 它賣到幾十萬一個 很平常 你一整個世界 抄不到它的彈簧 那個彈簧 抄不到 抄不到 放在那裡給它抄 你抄不到 現在你得過的指甲鉗 國內拿了這些指甲鉗回去 照樣照做照 抄早出來 兩個月就自己都不斷 人家在德國之下 監獄十年八年都沒有事 是嗎 你差不多 它就涉及它那個 元素的成份的問題 現在你那個鳥仔龍都是 那些鳥仔龍 歸避在哪裏的材料 和手工 他用那種木 或者用那竹 經過回來再加工再做 之後 再經過它融縮 經過它三精九曬 做完之後 那個鳥仔龍在一百二百年 不會變樣 那裏難 最難就是那個鳥仔龍 最難就是那個鳥仔龍 不變樣 那鳥仔龍 而且積到那鳥仔龍 那個力度很精密 不是說你拿一兩拿就會散 它又沒有釘又沒有成 全部靠手工的微細裝陷 所以它貴又會離開 另外你鳥仔龍裡面那個 那個給鳥仔龍吃的那些小杯子 有些在水 有些鳥仔龍 有些鳥叔那些 嘩那些又可以很貴 總之是很大件事 所以人們說你若想狂 就玩鳥龍 那就是這樣 好 今天就是這樣 周圍基談 謝謝